从过去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直下降的是国内的感染个案 但是一直不变的一个问题是会在哪里 境外移入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东西代表全世界在一个疫情 已经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之下 未来持续从国外回来的人 他的感染个案数一定会一直增加 那这个东西就代表我们台湾 因为得天度过的海岛型的一个地理环境 所以组绝境外这个东西在未来 一定要做的 但是组绝境外做到有效的情形之下 就是台湾经济要崩溃了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台湾 这一个海岛 他一定要靠着跟对方的交流 经济的来往 才能够让台湾的经济有生存下来的空间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你光靠岛内的经济没有用 撑不了多久 一定要靠的是要跟世界交流 那台湾在制造业在各方面是很多都是强项 都是世界有名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代表台湾在未来 可能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看过去世界的发展 当世界一片都是感染的时候 台湾很沾沾自喜 是我们没有个案 但是到了今年国外个案数进来之后 台湾就走入经济的困境 大家都走到那种也是红的阶段 虽然我们的红没有世界那么普遍 其实那个关键还是在台湾人的自律戴口罩 那未来呢 你说台湾人就可以脱离这种世界的模式吗 今天这个病毒就是一个靠空气 靠飞沫 靠各方面包括传染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台湾有可能说 我自觉于世界完全没有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还是强调那句话 到最后还是要靠疫苗 那疫苗这几天为什么施打的情形下来了 当然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疫苗 我这几天在基层打的疫苗 我告诉你出现了一个很简单的状况 那个能打到残疾的人 他会很高兴的带着饮料带着水果 到诊所来慰绕医疗人员 他只讲了一句话 我很幸运我能打到一个疫苗 虽然往后的两个礼拜 我还是要再做快筛检查 但是我今天打到了疫苗 这是台湾人民目前普遍的一个心声 在三级解封之后 到目前为止给民众 其实最需要的还是疫苗 那这几天我们也很清楚 国外进来的疫苗 只剩下目前前几天的A级进来 以及莫德纳在少数再进来的 这一批人以外 那这一批人的疫苗到底给谁打 这个现在又是关键 台湾一直都在什么疫苗进来 给谁打 这个问题上一直在那边周转 那我一直只觉得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是台湾宣布 可以施打疫苗的年龄层的 这个速度放得太快了 放到让民众看得到登记 打不到疫苗的这种心态 在台湾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状况我必须要跟执政党 跟政府讲一句话 每一次民众很高兴的去登记 一次一次的失望 这一次一次的记录 烙在人民心中的 永远是那一个未来 我要跟你算账的机会 我们在基层真的听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也实在不忍心 民众在如此继续下去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